5、5、4、3、2 你先 我先 哈囉大家好 我是周慧CrossFeed的陳宏教練 哈囉大家好 我是周慧CrossFeed的Jazz 我先我先 你屁我你屁我 陳宏你大概什麼時候開始練CrossFeed 什麼時候 我大概練了 完四年 然後 教練應該當了有三年多 你怎麼開始接觸的 大學就喜歡去修各式各樣的數科訓練 開始練健身 然後發現有這項運動 什麼都可以玩 然後就 動讀到現在 可以一直練到現在 那你要問我嗎 那你是怎麼開始的 我在2016年的時候 然後就是我朋友就是介紹我說 有一個運動超帥的 他就給我看了一個YouTube的影片 然後就有人在單缸上面這樣飛來飛去 然後飛一飛以後 然後又去局很重 不一樣的動作一直換來換去 然後我就覺得 看起來也太帥了 然後我就想說好 我也想要就是做這樣看起來很帥的運動 一路一直到現在也 然後教練大概當了快四年 那我們蠻像的都覺得他很帥 對就是帥 所以是要很帥的人才可以玩Crosby嗎 搞錯邏輯了 是玩Crosby就會很帥 長相不一定要帥 那怎樣的人可以練Crosby 你們學生都很帥嗎 其實很多元耶 就媽媽 高中生也有 對 對 高矮胖瘦其實都有 之前的工作的地方 有遇到七十歲 那現在這樣在做 或是年紀比較大的 或是 因為有六十幾 然後也是就是帶大家一起換課 然後局中什麼他也都可以做 比外面的年紀哪還強 那他為什麼會想要來玩Crosby 小孩是先來的 大家是覺得 欸 練這個反正對身體也好嘛 就是把爸媽也帶來 因為Crosby大家應該會有一點誤會嘛 覺得 強度很高 你覺得很重 很喘 這些都是真的 對 對 但是 就 來Crosby的官方定義 高強度下做訓練 在高強度下做 很豐富的 很多變化的訓練 就高強度 大家應該是對Crosby最害怕的吧 可是其實高強度 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不一樣的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強度 對 就像我的高強度 不一定會是 你們的高強度 所以教練會去看各個學生的狀況 去調整強度 不用太看得起自己 對 像 我的 我的高強度可能是陳鴻的 也沒有沒有 所以教練的高強度都有一定的能力在那邊 但是學生也真的就是不用太擔心 那陳鴻 我這邊就是收集了一些資訊 就是我們要破解一下 什麼奇怪的資訊 我們今天要來破解一下大家對於Crosby的三大迷思 第一個 Crosby不適合初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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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osby超適合初學生 為什麼 因為你就想像 平常在外面都是在做Crosby WTF 去幫媽媽買菜你也在做Crosby 你要提很重的東西 所以我提菜要深蹲再辦 你要硬舉再站起來 你不能深蹲 也可以深蹲 我現在好有畫面 公車跑掉你也在做Crosby FIRE 物重跑步 物重跑 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覺得大家平常的生活其實都很Crosby 只是大家自己不知道 就是沒有什麼初學者不能做的事情 要不要做 Crosby其實大家平常在日常生活都在做 你們都在執行這些就是生活需要的功能跟做這些事情 就是移動拿東西 如果把它變成訓練的話 我們就比較像是說 我們訓練你更好的在生活裡面執行這些事情 第二個 Crosby容易受傷 簡單來講 你走路都會被車撞 覺得容易不容易受傷 是看你怎麼訓練 不管做什麼運動 就是你只要是沒有良好的動作 有良好的訓練規劃 還有沒有遇到好的教練 反正就是有良好的訓練規劃 良好的訓練方式 會減低你的受傷的機率 可以講你是隨便亂練 看到我們教練在那邊甩來甩去很帥 你也跟著甩來甩去要帥一下 結果沒有帥到就受傷了 然後你在那邊怪 Crosby很容易受傷 那你是要怪誰 真的 好最後一個 Crosby的課看起來都很 驚悚 不暴力 不完全是 可能還是有一點點 大家看我們做Crosby 好像都是有看到最後的WOD 但是其實我們中間還有涵蓋很多的 體操技術 居重技術 對 這些涵蓋在訓練當中 所以不會是整堂課都是在那邊 把你操得要死 還有肌力訓練 對這最重要 對 就是很多元啦 對 可是大家常常看到的都是 那個畫面都是喘爆淚爆的 雖然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一堂課我們就會有一個完整的SOP 對 暖身 對熱身 就是所有的運動都一樣 我們一定要讓身體進入一個 你被開始運動的狀態 對 再來就是說 我們有一些特定的動作 會需要一定的活動範圍 對 可能我們平常都這樣子 突然變這樣子 就會受傷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會先慢慢的 帶你的身體去 等一下要這樣子喔 當然除了活動範圍 我們也需要就是 一些動作相關肌肉的這個啟動 我們要叫他 就是 你等一下要運動喔 叫起來 叫醒 那這樣子他才可以 等一下保護我們的這個 就是關節 去保護我們的身體 然後才會進入主訓練 對 所以其實暖身就佔很大一部分 可是 為什麼大家沒有看到這個 因為 暖身看起來沒有那麼帥 就是我們就會去放 喔已經在執行了 然後很帥 很HARD CODE這樣子 其實前面有很多功課 是CROSSFIT的課程裡面 花很多時間在做的 然後最後我們也會去做收抄 換合 然後讓身體慢慢的冷靜下來 然後做一個完整的訓練 所以大家會有這個迷思 比較是因為看到的東西 不完整 對 下次我們放個熱身的 加入你生氣 加入你生氣 沒有人看 假如有興趣就不用怕了 就來體驗看看 對 我們都會好好照顧大家 想中想西 沒有人看 對 教練你們為什麼 一個扭來扭去 一個層上來的 它是扭來的 這個是按摩槍 我們沒有健康 日常保養 這一顆 那個壘球 百貨店就買得到 這個球體 它拿來按摩還蠻適合的 訓練要有適當的身體保養 所以回到我們剛剛說 CROSSFIT 什麼有沒有受傷 你平常有沒有做這些功課 運動按摩 然後或者是說 如果曾經受過傷 防護 甚至有一些尋求物理治療等等的 就是要很了解自己的身體 今天呢 就為大家整理了以上三大迷思 如果對於我們的回答 覺得還不清楚 或是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話 都可以問我們 那你可以在就是 連說IG 或是在這個影片下面 就是可以直接跟我們對話 我們會為你解答 就是不要害羞不要害怕 我們看起來 對 各種迷思都可以解答 拜拜 OK 拜拜 好 拜拜